这梁妃娘子就想了 说这个儿子要是做的不对呀 你给他指出来 你教育他 你骂他 你打他 你杀了他 你是他爹 都行 更何况您除了爹之外呀 您还是君父 你说您挺大的皇上 抓不住他其他的错 总拿我们娘家的出身说事 这叫什么事啊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听我一个人挨这儿啊 跟您穷摸道 今天呀 咱们在这个康熙众位皇子当中 换一对母子聊聊 不过呀 在进证书之前 我呢 想在这儿啊 跟您聊两句别的 您看啊 咱们防疫政策啊 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说实在啊 三年过去了 到今天 我才感觉到大意的来临 不用封城啊 这街上啊 也是人际罕至 据说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春节都是高爆发期 来听我说的都是好朋友 所以说呀 我在这儿啊 祝您呢 硬硬朗朗 健健康康的 不过 咱们要是真感染上啊 您也别担心 您瞧学徒我了吗 哎 抗了四天 这不是也过来了吗 跟您说啊 现在成功退烧了 咱们做上期小片的时候啊 做到字幕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是咬着牙干了 做完字幕 一两体温 就是38度5 那是当晚的8点半左右 到了夜里啊 这体温啊 就升到了39度以上了 然后呢 就是各关节疼痛 什么也不想吃 哎 每天啊 就是喝点粥吃 咸菜 断断续续啊 这高烧啊 持续了大概有30多个小时 在第三天的早晨啊 就转为了低烧 今天呢 是第四天整 您看 收退了 虽然啊 嗓子还有点不跟家 您听我说话呀 可能还觉得有点费劲 这其他的呀 基本正常了 这嗓子嘛 倒是也不疼 咳嗽总是难免的 我跟您说这些的意思啊 就是想让您知道 不用害怕 跟重感冒一样 那用药呢 无非就是用一些 清热解毒的中药 家里也没有别的药 然后呢 在特别疼的时候 吃点止疼药 我呀 是好的差不多了 在这儿啊 我还得祝您 健健康康 硬硬烂烂的 不过呀 这要是倒霉 你让那病毒亲了呢 哎 您瞧我了吗 这不也痊愈了吗 闲言少叙 咱们书归正传 咱们接着说 这梁妃娘娘的故事 那这梁妃 是谁的妈妈呀 这梁妃呀 是八个印寺的妈妈 咱们讲九子夺狄的时候啊 虽然没直接提到过 这位娘娘 但是从康熙皇帝的嘴里啊 是没少听说 哎 就是那个 康熙皇帝动不动 就拿出来贬低恶心印刺的 那个 新者库建父 呃 关于这个新者库建父 这一说法啊 哎 后文书 咱们得详细解释一下 要说这梁妃娘娘的出身呢 她还真不够 她真是个内务府 整黄结 包衣 第三参领 所属 第七管领下人 长听书的好朋友 这会儿就该问了 说怎么这个 到了这个参领下边 还有管领啊 哎 这管领啊 就是新者库了 一般人认为啊 这个犯过错误的人 才会编到管领当中 那么他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管领一词解释起来啊 就是半个左领的意思 在皇太极时期 有很多小士族 归顺了后继 这些士族啊 不够编一左领 只能编半个左领 编成一管领 当然了 后来也有犯了事的奇人呢 被编入这管领当中 这才有了新者库一词 换句话说啊 这新者库当中 他不是全是罪人 这两方面的比例啊 大概啊 就是一半一半吧 咱们就说 梁飞他们家吧 这梁飞啊 绝禅士 那为什么说 他又姓魏呢 这件事说法就不一了 有人说呀 当时他们和汉民杂居的时候 就刻意的 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汉姓 不过很多学长呀 他不同意这种说法 所以说呀 至今为止 这梁飞绝禅士 他为什么姓魏 叫梁飞魏士 还是一个呀 有待考证的话题 您可不要以为 这梁飞娘娘啊 他新者库出身 是这大清朝啊 出身最低的妃子 不对 广在康熙朝啊 除了梁飞以外 这定飞 万流哈氏 雍正朝 千飞刘氏 玉飞耿氏 到了前龙朝就更了不得了 孝仪纯皇后 就是令妃呀 那可是这嘉庆皇帝的亲妈哟 也都是这新者库出身 不但如此啊 这前龙朝的仪贫 端贵人 嘉庆朝的华妃 这些个娘娘们呢 出身都是 包衣 新者库 所以说呀 这新者库出身 真的那么低贱吗 哎 也不尽然啊 这梁飞 他是不是新者库 咱们先把这事 放到一边 总之啊 他肯定是 上三级 包衣 所以说呀 他惹定是通过一年一次的 内武服选秀进的工 梁飞娘娘啊 在家的时候 他有个小名 叫双姐 据说呀 这卫双姐啊 他长得呀 漂亮去了 他有多漂亮呢 哎 这要搁其他的嫔妃呀 我只能说 哎 您想去吧 他有一想之美 您想他能有多漂亮啊 他就有多漂亮 哎 这句台词啊 我是跟郭德纲学的 不过 到这卫双姐这啊 不用了 有这本书啊 专门形容过这梁飞的美貌 哎 这本书啊 是一个叫 燕北老人写的 哎 叫清代十三朝 恭维密史 这书里说 这卫双姐长得呀 美燕冠一宫 宠幸无比 而且提有一香 喜之不去 即使唾液 一寒芬芳之气 最后这句 我不知道您听了怎么样啊 我这念着都有点恶心 哎 你说那燕北老人 这写这书也是绝了 哎 你说他漂亮就漂亮呗 干嘛这唾沫星子 都是香的呀 弄得好像你吃过似的 甭管怎么说吧 康熙二十年的二月初时 这梁飞啊 就给康熙皇帝 生起了一位皇子 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 廉亲王八爷印寺 之后呢 母一子贵啊 康熙二十八年 这双姐啊 就被升为了主位 到了康熙三十九年 正式被册封为贫 这种进封方式啊 您也就在这能听见 在之后的宫廷里啊 没这个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清初的时候 宫廷的进封机制 还不完善的表现 到了后来啊 只有这个贫以上 才算是主位 至于贫以下嘛 都属于是服务阶层 那么这梁飞 生了儿子以后 他省心了吗 哎 费心了 要说呀 在康熙皇帝 众多皇子当中 这八爷印寺啊 是最早露脸的 康熙三十五年的时候 十五岁的印寺 就两次追随父皇啊 一同出征嘎尔丹 康熙皇帝亲自下旨啊 只有八皇子一人 能留在康熙的育营当中 伺候 康熙三十七年的三月 老八就被封为了多罗贝了 是众多皇子当中 授封爵位 最年轻的一位 要说这康熙皇帝啊 和这老八之间的关系 值得研究 这人俩啊 不知道犯了什么劲了 看来这开始啊 还是不错的 后来怎么就不行了呢 康熙四十九年 一废太子 这老八啊 垂涎太子之位 就有些个蠢蠢欲动 可是啊 让康熙皇帝 一句话就给闷回去了 康熙皇帝 对满朝成功说啊 这印四啊 母亲是新者库出身 地位低贱 不适合立为储君 并且自此以后啊 这话就一直出现在 康熙皇帝嘴里 弄得这老八啊 和这个梁妃娘娘 十分难堪 这梁妃娘娘就想了 说这儿子要是做的不对呀 你给他指出来 你教育他 你骂他 你打他 你杀了他 你是他爹 都行 更何况 您除了爹之外呀 您还是君父 你说您挺大的皇上 抓不住他其他的错 总拿我们娘家的出身 说是 这叫什么事啊 于是这梁妃卫 是一着急一生气 干脆 我死了吧 有人说就这么容易吗 哎 就真这么容易 这梁妃卫 是康熙五十年的时候 生病了 生病以后啊 拒绝医药 那您想去吧 能扛得住吗 所以说呀 在康熙五十年 十一月二十日 梁妃娘娘 轰弑 死那年啊 也无非 才四十岁 到了康熙五十二年 二月十七日 才奉安于 景陵的非元秦 那有人说 真有这么神奇 这生了病 就不吃药吗 哎 这雍正皇帝 最后都说呀 说这个太后额孽啊 非额孽系同日进宫 非额孽 一阵之额孽仪 其心意大 这句话呀 听着整体上好理解 不会有两个点的不好理解 咱们原来也讲过啊 这封建王朝啊 这皇帝称为母亲呢 只有两种人 一种呢 是嫡母 一种是生母 不会管其他的嫔妃叫娘的 至于这雍正皇帝 做的好话呀 咱暂且不说 但是在行文上啊 倒是很规矩很亲切 他称呼这个梁妃呀 叫非额孽 额孽呢 大概就是妈妈的意思 这额孽呀 就是书面语 可以写作母亲 他说这个太后妈妈呀 和这个梁妃妈妈同日进宫 这两位母亲呢 在我心里是一样的 只可惜呀 这个梁妃妈妈心太大了 心大呀 搁在这儿的意思就是 心气高 气性大的意思 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世 再拖累儿子的前程啊 干脆是一死百了 这八个印刺 当然知道自己的娘亲 为什么生病之后 拒绝服教 只求一死 所以说在梁妃死后啊 这八个也是悲痛不已 以及百日伤令人颤抚而行 也就是说呀 这妈妈死了 都过这一百天了呀 这印刺 身子软的呀 还不能自己走路呢 得嘞 这就是梁妃娘娘和印刺之间的故事 至于明儿啊 还能不能给您开书 完全得看老天爷了 看我这嗓子呀 她能不能出声再说了 得嘞 还是那句话 您早歇着 保重身体 咱们呀 明儿见 咱们呀